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我在想我得卖点股票 考虑再三,我把IWM这支ETF平仓了 卖出价是185.69 基本上是保本平仓 扣了手续费,还不够吃一个汉堡的 其他的持仓没有变 手上的现金比例有大约35% 这个仓位如果碰到大盘直接拐头大跌 还是会有一些损失的 仓位重,怕大跌 仓位轻呢,相当于做空,最喜欢大跌 美股大跌买入法,屡试不爽 所以清仓的空仓的,越大跌越开心啊 仓位一半左右的呢 那是涨了,觉得现金有点闲置,太可惜 跌了,股票浮亏看起来也不好受 9月以来的几个交易日 感觉市场筹码松动 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盘中跳水 按理说,如果大盘会出现比较大的下跌 科技权重股应该会带头砸盘 才能制造下跌点数 如果科技股跌幅不大 大盘也就难以出现深度下跌 那为什么不先去把苹果 谷歌亚马逊卖了 为什么要先卖出IWM呢 在并非普涨的牛市中 尤其是横盘的,熊市的 小盘股往往是更跌不更涨 大盘反弹,小牛市时 小盘股后知后觉 浪费大量时间也不启动 而等大盘开始回调 小盘股因为没有主力资金的护盘 反而风险更大 其实我也很想评调Robinhood,Rivian,迪士尼这些 凡是亏损的,红盘的 都是开仓买入时判断错误 和预先买入的理由是相冲突的 无奈亏损10%以上 错过了最佳的止损时机 把小盘股逐渐减掉 调整到科技巨头 可能是会在未来的大跌中减少损失的一种办法 毕竟在大盘回调时,科技巨头的回撤幅度往往是少于大盘 股票有涨有跌,下跌是不可避免 也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如果没有准确的避开下跌 至少跑赢大盘 不要比大盘亏更多 留得青山寨,未来才有柴烧啊 今天苹果开始转为大跌 对于股王苹果来讲 3%以上算是蛮大的跌幅 而今天收盘的时候跌了3.58% 苹果今天的下跌啊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限制公务员使用苹果手机 多家海外媒体发表新闻说 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限制政府官员在工作中使用苹果手机 但现在这一规定的范围已经扩大了 而且政府正在加大力度确保规定得以严格执行 苹果的最大市场来自美国和欧洲 大中华区并不是最大的 但是在苹果的营收版图里面也能够排到第三 大约苹果有19%的营业收入来自大中华地区 那么这下官员不用苹果手机 像那个央企啊国企 大型民企为了拍马屁 也有可能会跟进 而这些都是中国有钱的阶层啊 华为是主打一个爱国品牌 四年前川普搞贸易战 华为憋了四年 终于成功突围 找中芯国际搞了个7纳米芯片 国内是一片欢腾 打爱国牌的优势 美国老可能体会不深 但是这营销模式在现在的中国 可能是相当有效的 华为的新产品发布会 选在了9月12号 苹果那天是要发布iPhone15 这个是早就预定的 这个挑战的意味很浓啊 华为Mate60新的高端机型推出之后 据说六百万台 一脉而空 现在要加到一千万台了 手机这东西啊 那是拿在手上一台就够了 买了华为 就大概率不是苹果的用户了 这个是完全互相竞争的同类产品 哦 手上一堆手机的 华为小米苹果 啥都有好几台的 是天桥下面搞直播的博主了 财经博主虽然不用去马路边直播 但是也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如果还没有订阅阳光财经的 赶紧要订阅起来 想加会员的也支持一下吧 两块九毛九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啊 好 说回来 白宫有点急眼了 限制了四年 怎么没弄死啊 反而自主可控了呢 那还不是个逼了半天 逼出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白宫开始寻求华为最新手机的详细信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要把Mate60 Pro芯片的精确特性和成分 拿来分析以得到更多的信息 咨询公司Tech Insights 上周对这款手机进行的拆解 确认这里面用的是中芯国际的7纳米芯片 预计9月12号苹果将推出iPhone15 使用的是台积电3纳米芯片 本来苹果新品发布会以前股票可以涨一涨的 但是这次变数比较大 如果环牛一看 少拿货了 或者是新品推出之后销量不及预期了 那3万亿的市值是很难撑得住的 刚才说到中芯国际的芯片 中芯国际也是芯片代工 未来有可能是台积电的对手 所以今天台积电也是行情低迷 台积电是一只股神巴菲特的助手强力买入 买完被股神清仓的一只股 股神和我们不一样 凡事是想的比较远的 有远见 不然台积电应该是一只好股 苹果今天跌幅比较大 在大盘下午的小反弹当中 苹果也不怎么反弹 可见个股的行情有点弱 苹果在三大指数里都计算权重 影响是比较大的 标普今天盘中一度杀跌 场面比较慌乱 但是尾盘拉升 在日K线上形成了下影线 那么按传统技术分析思路 下影线长 说明见底反弹 后面两三天应该会涨 但是自从K线图诞生于日本 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老一套是越来越不管用了 现在下影线越长 后市越可能下跌 我琢磨着 为什么下影线长反而跌 因为主力资金实力有限 盘中干不过空头 只好尾盘偷袭一下 把指数拉上去好看一点 实际上指老虎第二天就露馅了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是下影线长 也不能说明大盘就会见底反弹 那今天的情况是从下午一点开始反弹 说明多头实力还可以 不是搞得偷袭的 但是如果明天啊 如果不抓紧反弹到4480点以上 不排除标普是要继续下跌的 纳斯达克指数的下影线更短 似乎也没有什么尾盘拉起来的力度 后面有可能随着苹果的进一步回调而回调 今年大盘能够上涨 就是靠着大科技龙头炒AI概念带动的 没有龙头的大涨就没有经典指数的大涨 当大科技龙头也开始回调 那大盘也就没有上涨的动力了 除了苹果之外 英伟达的日开线也不怎么好看 财报那一天高开低走之后 股票反弹 当他再次来到财报开盘高点附近又不行了 上涨趋势不够流畅 上下震荡幅度较大 比较适合短线交易 亚马逊沿着我画的一条白色上升趋势线逐渐上涨 涨得很慢 但是也比较稳 近期亚马逊的日K线也开始出现上涨不流畅 冲一下回落的情况 谷歌涨势相对流畅 今天只跌了0.97% 谷歌早就退出中国了 美中科技战如果加剧 好像对谷歌影响也是比较有限的 今天盘前公布了一个ISM数据 导致了两年国债收益率再次冲上5% 美股整体氛围偏空 那这个ISM是个什么东西呢 美国ISM服务业指数是ISM供应管理研究所发布的 跟踪上个月发生的非制造业活动 这个数值大于50是扩张的 小于50是收缩的 图上看今天公布的ISM大幅上升 超过了预期52.5 达到了54.5 那么这就说明上个月服务业的活动较强 宏观经济向好的意思 今天这个数据出来之后 11月份加息概率提高了 彭博社的数据认为 11月加息的可能性从50%上升到60% 我从美联储观察工具看到 其实也没这么高 11月加息概率是只有45.3% 美联储不赶紧的把利率加到顶 而是停一下加一下 这是一种拖时间的策略 在美联储和各国央行 在比谁先撑不住最后一口气的过程中 不少新兴国家的股市压力是非常的大 不得不出台各种就是政策来保护股市 9月份应该就是暂停加息了 因为生鲜势足的加拿大 今天已经帮美国打了前锋 加拿大央行今天决定暂停加息 等后面两次再看看 BC省和安大略省省长前几天分别写信给杜鲁多 要求不再加息 当然这个是表演给大家看的 不用当真啊 央行加不加息 还是得看美国眼色形势 每次加拿大早个一两个礼拜采取利率行动 也是先研究了美联储的思路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会对我们预判美联储9月决议有所帮助 美联储最近官员频繁放出口风 也是一个路数 就是9月不加 11月再说 不排除继续加 波士顿联储主席克林斯表示 政策制定者将谨慎行事 利率可能接近甚至达到峰值了 具体还要不要继续加息 得看经济数据的变化 美联储以一种悬而未决的态度 延迟加息结束的到来 根本上对市场具有比较大的压力 市场只能不断的猜测呀 博弈呀 然后被那些数据操纵 而数据说实在的 发布完了又常常在修改 真的是人为盗族 我为鱼肉了 今年还会再加一次息 苗头已经出现了 那就是油价重新上涨 周末去加油就知道了 随着沙特和俄罗斯继续单方面 执行减产措施 布伦特原油涨破90美元 今天站稳90大关 看来要向100美元冲锋了 市场总是过于乐观的 提前透支加息结束的预期 如果情况一旦有变 那年底又是腥风血雨了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